十安法三讀通过之后 外界最关心的就是 消费者到底能不能拿到 真正这个黑心业者的赔偿金 但答案恐怕还是未知数 因为虽然罚金拉高了 举证的责任未来也将反转 由业者而不是消费者来承担 但是消息会指出 当业者没有办法缴起罚金的时候 财产将会先给政府拿去做诉讼官司使用 民众还是有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到 让这一次的修法还是出现了遗憾 十安法三讀通过 除了大幅将罚金从5000万提高到2亿以外 更新增了民众如果因为吃进黑心商品 导致重伤或死亡 将开罚不效厂商最高15亿和20亿的罚金 只是这天价罚金是否真罚得到 还有疑虑 他搞不好过了5年10年20年 才会有器官伤害才会有致癌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去举证 所以说而且找不到医生来看 那个因果关系的证明书 就因为得要今年累月黑心商品毒素 在体内大量堆积才有可能吃出病来 医师难开这因果证明 让天价罚金有可能根本看得到 却吃不到 而且十安事件爆发后 政务官的一言一行 也都成为日后法院审理的依据 每天吃两公斤的黑心油品 才会有器官伤害 我想这种话应该是不要说 你这样说的话 就刚好就帮业者脱罪了 虽然这次修法让举证责任成功反转 也就是未来十安再次出包时 需要业者自己检验 批出证据证明自家产品没问题 但在处罚业者时 先拿到罚金的竟然不是消费者 为什么是行政机关没有尽好他的责任 然后最后受害的消费者 却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受伤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对的 消极会担心一旦罚金过高 业者无力负担先缴的钱 将先流进政府口袋 就算举证反转过了 民众想拿到业者的赔偿金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让好不容易三读通过的识管法 在天些许遗憾 UNITV引得欲无登利台北报导